第1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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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傅斯超 这个是米下课的第一音提琴第一奏明曲的第一乐章的节选 嗯 因为为什么选这个呢 我觉得它跟今天的我们这个氛围就是很适合 然后来聊最近在干嘛 最近刚刚发布了一首新歌 然后有14个字 叫 哎叫什么啊叫我的歌 那晚少年宫地下室放过一场烟火 这首歌是我前段时间刚刚写出来 然后刚刚发布的一首歌 讲的是关于友情的故事 我在作词的时候 我越来越会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青春经历 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无话不说 到现在就完全没有联系了 我也会在朋友圈看到他 也很想给他点赞 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 明明以前是那么彼此熟悉的一个朋友 现在变得如此陌生 然后也是我这首歌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吧 就是珍惜眼前人 珍惜眼前重要的朋友 23年我会做一些我一直以来 非常非常期待非常非常向往的事情 然后这个计划已经提上日常了 还有没有多一点的信心 不能透露 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吧 我一想到我都会很兴奋 然后彻夜难眠 是让我会非常非常激动兴奋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自行努力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来到凯心局 和大家一起聊天一首肉屑 然后也祝大家23年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满事圣意 我们一起挣大钱 好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现场咯 我要大厨房了 还是要不停 我给你加 你过一下 哈啰 我是一哥 我现在一直在一起 今天什么 这关系的 你那张牙儿还没弄啊 你过到的时候 我只要一个白菜 你先这一块块 然后就要喝一下 叮叮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